4号台湾终于登机了啦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主线星看迹象气象看主线星啦 今天是7月15号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啊 已经正式命名为4号台湾泰里95W终于登机了啦 不过啊他的过程还是一波三折啊 一直没办法收到大载肯定啊 国际单位不怎么认识他啊 那现在是来到东京啊117度啊对18度的地方 这边离香港大概东南往上550公里啊 离俄罗比大概有600公里左右啊 不过啊我们看到走的走的那个路线啊 还是往西北西这样慢慢前进当中啊 而且越来越想哦 现在东南速度啊10.65啊 算是一个非常轻度的轻度台风啊 啊每秒只有18秒的速度 向西北西前进啊啊 啊 这边的福德盖亚的边缘一向推来的过后啊 他会越来越增加为力啊 大概明天后天之后就会增加到 165的速度啊相当于12到14级啊 会朝哪里呢? 朝雷肉半岛登陆啊 登陆之后呢 他会进入到北部湾 然后再登陆到这个广西啊或是越南附近了 是二次登陆啊 不过哦在这个这个期间啊 都产生的影响还是有影响 南海周边啊 像这个这个 这个附近的是灰冰受到它的影响 还有海南岛也受到影响 还有香港啊 这些都会受到的环牛影响 台湾是目前是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有受到影响是因为太热了 他水气都吸走的太肉了 所以他等他过去到雷州半啊 在附近的时候那个甩上来的吸烟气流 才会给台湾这边加更多的影响 所以现在都是俘获的正义啊 啊 这个95W啊 我们一直这么多天都在讲说 他会形成台风 从太平洋的东边 不是 那个菲律宾的东边这里 开始一直到西边 现在还是进入到南海形成一个土台风啊 哎呀 真是扶不起他头啊 原本是要在太平洋这边 给他形成比较大的台风系统 创造一个九五王朝 但是他还是会慢慢的萎缩到南海里面 这个土皇帝啊 所以他的未来堪率啊 没有办法说发展到非常强烈啊 只能达到13世纪的威力啊 不过这也是个好事啊 因为目前是非常的热啊 从台湾啊一直到福建啊 广东京台甚至湖南 三十几度将近四十度的高温啊 有这个台湾来是好事啊 不过哦 在菲律宾的东方还有一个低压中的产生啊 啊 一车土上跑起来 他也有可能形成台风系统啊 在南海里面 也可能在形成牛排系统啊 这个一车土上面可以可以看见啊 有三个那个低压产生啊 一个是在那个什么孟加拉湾啊 两个是在亚洲地域啊 所以啊 未来还是有很多台风系统会产生啊 到底啊 这个95W的所形成的四号台湾台里 是不是会登陆雷州半岛呢 所以最附近有什么影响呢 还有福利宾东方这个 99W有没有办法形成台风系统 变成了五号杜苏瑞呢 请提示收盘主线星看机场 气象看主线星啊 拜拜 欢迎点赞评论关注台湾竹千辛